2018年3月9日 社團及個人良心自由協會 在法國巴黎方迪娜城堡酒店 主辦了一場專題會議 会議就全能神教會成員 在法國尋求庇護被拒 以及部分基督徒收到離境令 面臨隨時被遣返的危險等問題 進行討論 並呼籲法國政府 應給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人權保護 意大利著名的新興宗教學者 新興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馬西默英特羅維吉教授 人權無國界主席威利福泰先生 法國漢學家 中國團結協會主席 瑪麗侯志明女士 歐洲宗教自由宗教監論壇主席 埃里克魯先生出席了會議並發言 會議期間 主辦方還播放了兩名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講述自己受中共政府迫害的經歷視頻 現場參會人員看後流下了眼淚 會議上馬西默英特羅維吉教授 首先介紹了全能神教會在中國受迫害的情況 他說道 中國政府資料顯示 全能神教會成員有300萬到400萬 已有30多萬全能神教會成員在中國被抓捕 在中共自己的文件當中 頻繁提及要發動全面打擊全能神教會的運動 更好地佐證了這一事實 他同時強調 通過學術研究證明並確認 外界對全能神教會的指控 純粹是來源於中共的虛假宣傳 是不成立的 據悉 近年來隨著中共對全能神教會迫害程度加劇 至少有50萬全能神教會成員被迫離家躲藏 居無定所 甚至部分基督徒逃亡到海外民主國家尋求庇護 但令人擔憂的是 他們在韓國和歐洲申請庇護的情況很不樂觀 尤其是逃亡到法國的全能神教會成員 442人中已有335人的庇護申請被拒絕 其中156人收到離禁令 面臨隨時被遣返回中國的危險 埃里克魯先生 此前對全能神教會基督徒在法庇護申請 普遍遭拒的情況做了深入研究 他認為法國當局依據信息 文獻 研究中心發布的文件 做出拒絕大多數全能神教會庇護申請者的決定 是錯誤的 因為這份資料的信息 主要來源於中共的負面宣傳 是錯誤信息 此外 他在發言稿中明確表示 毫無疑問 全能神教會在中國正遭受迫害 成千上萬名基督徒遭受中共的酷刑折磨 至少30餘人被迫害致死 如果被遣返回中國 他們將面臨真實和直接的危險 會因他們的宗教信仰被判入獄 雖然法國當局要確保尋求庇護者 是真正的難民 而不是經濟移民假裝受迫害 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對全能神教會成員的庇護申請 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 帶著對這個教會真實的了解 來做出決定 而不是基於中國的反面宣傳 或只是重複那些以俄傳俄的 新聞記者的言論 他還強調 所以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都要不做成功的 以及美國的法國 不成功的 因為這是一個困難 而是一個困難 而是很容易的 人是不忍受的 人受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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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免受罪的 人受罪的 所以 但 一旦被人受罪的 人受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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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提议 法国政府对于处理寻求庇护者问题所做的决定 应该基于那些对教会有深入研究的真实信息 熟悉关于全能神教会的学术文献 以便改善其对全能神教会成员的看法 增加对该教会的了解 并向真正的难民提供庇护 针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在欧洲各国庇护被拒 尤其是法国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 威利福泰先生表示 法国虽然是人权的摇篮 但是大多数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在法国寻求庇护依然被拒绝 情况很不理想 他们好不容易逃离中国来到欧洲 如果他们被遣返 等待他们的结果可以说是很糟糕的 玛丽侯志明女士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 他表示 他非常理解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在法国的艰难处境 通过接触一些基督徒 了解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也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很有尊严 来到法国并不是为了物质的帮助 也不是为了经济目的 此外 与会的专家学者 人权组织等向法国总统联名呼吁 希望法国总统能警觉到 拒绝全能神教会成员在法国的庇护申请 将会给他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近年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也在不断的加剧 美国国务院连续19年 将中国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 据对华援助协会称 2017年 在中国超过22万基督徒遭受迫害 执政的共产党管理宗教的方针 正在回归毛泽东时代 以中国化的名义 实际上是要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 可以预见 一波戕害宗教自由的人权灾难 即将汹涌而来 因此 因宗教迫害逃离中国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一旦被遣返回国 必会受到中共政府的残酷迫害 他们的处境令人堪忧